狗可以吃鸡蛋吗 汪志祥 职业兽医师 犬猫外科专科医生 狗狗是可以吃鸡蛋的 但只建议吃白水煮的 经过人食用方法处理过的 不建议吃 食用建议只吃蛋黄 蛋黄里有很多营养成分 包括蛋白质 微量元素 卵磷质等 优质蛋白质 可以很好的补充狗狗体质 对狗狗健康发育 免疫系统提升有很大帮助 微量元素补充 可以给狗狗全方类的营养 可以防止狗狗 微量元素缺乏 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一时匹抽搐 毛发干枯等 卵磷质可以很好的维持狗狗毛发营养 但是不建议一次性 给狗狗吃太多的蛋黄 吃太多蛋黄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肠胃炎一些情况 建议适量吃 还有就是给狗狗鸡蛋黄食 建议先少量给 给完之后看狗狗反应 再做决定 如无任何不良反应 建议可以考虑多给一些鸡蛋黄 如果给鸡蛋黄之后 第二天出现狗吐腹泻等情况 常见于食物不耐受或过敏引起 这种情况不建议给狗狗再吃鸡蛋黄 防止不良情况的发生